炸丸子不要去外边买着吃了 今天我教你在家做 特别简单 记得双击收藏 我来教会你 准备一个红皮萝卜和一个胡萝卜 去皮洗净 插成细丝 水开下入锅中 焯烫两分钟 捞出 过一下凉水 一定要钻干水分 这是炸丸子酥脆的关键 家人们一定要记好 家人们 有喜欢吃萝卜的 可以试试这做法 这个丸子刚炸水的时候 外酥里软的特别好吃 有时间的话可以试着做一下 红心呢 今天大海就不要了 天天要红心挺烦人的 是不是 大海就祝您和家人 天天开心 心想事成 健健康康的 发大财 行好运 一年四季顺风顺水 还有很多家人不会做 一定要转发分享给他们 然后呢 辛苦您了 谢谢 钻干水分加入一个鸡蛋 盐鸡精调味 一克的十三香 加入适量的面粉 戴上头套 抓拌均匀 用手钻成均匀的小丸子 四成油纹的时候 我们下入丸子 一定要小火慢炸 加上慢 这是重点 一定要记好 拿筷子不停翻动 使受热更均匀 炸至金黄酥脆 捞入控油 这样做的萝卜丸子 特别特别好吃 如果您有缘 点进这个视频 一定要给我留个关注 方便呢 以后有什么您不会做的 能找到我 感谢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